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人身上也没有伤口 只有一缕魂魄 像青烟一般从炉腔里飘出 他们死前只留下了一句话 试魂剑 好剑 然后就变成了一句单诗 接着剑客摘下了面具 露出了一张惨白的脸 脸上还画着一些莫名其妙的符咒 而更诡异的是 剑客的眼睛就像毒蛇一样 眼白多 眼人小 画面一转 清院镇连香楼里 几个察客正在听一个说书人 江苏发生在昨晚的杀人案 愿进内江湖第一大邪派清越堂 突然一夜惨遭灭门屠杀 堂主雷烈更是被吸尘了干尸 引起了整个江湖的轰动 江湖传言 魔兵重灵 冰魄是魂 战狂焚天 灭是至尊 都说这是魔兵是魂见所为 此时正说着几个镖形大汉走了进来 说书人是敢忙住嘴 收拾行李就离开了 大家也都不坐身 各自低头喝茶 原来这三个家伙是东厂都工曹公公的手下 与此同时 一个女侠打扮的妙邻女子走进了莲香楼要吃要喝 三个大汉见女子漂亮就上前调戏 结果被女孩连打了几个巴掌 可无奈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女子还是处于了下风 这时男主闪亮登场 他就是燕风青 一个经常在各种歪歪网文里出现的烂大街的名字 小燕这大长脸以及销魂的刘海怎么看也和男主搭不上边 但人家不管 该有的耍帅动作一个都没少 光摆裤的时间就用了五六分钟 总之呢 他仗义出手救下了女子 女子说自己叫秦庆 为了替付还债跑了出来 男主呢也介绍了自己 说是来寻找二十年前和士魂剑一起失踪的师兄 马国宝的下落 秦庆一听就来了兴趣 说现在江湖上都在找士魂剑 如果卖了可是一大笔的钱 不如咱俩联手呗 毕竟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 男主矫情了一番也同意了 接着就去住店 客房嘛自然是只剩下一间 两人就这么住了下来 话分两头 另一边的东厂曹公公正在接见清远县县令楼县令 一通的恐吓家里有 忠心思想就是让楼县令发动全县的群众寻找士魂剑的下落 以及那个面具人的行踪 在楼县令走后 曹公公也是陷入了沉思 原来他当年也是男主所带门派的弟子 算起来是男主的师哥 只是当年他被朝廷秘密派遣去这些武林门派卧底 以防这些人造反 但他们的师父以及师兄马国宝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 师父在临死前将他赶出了师门 还命令马国宝废起武功 只是马师兄不忍心 只是将他给赶走了 后来曹公公因为没有完成任务被阉割当了太监 没想到事业从此就像开了挂一样 从无名小族成为了权亲一方的督工 只是在他的心中一直有个痛 他恨他的师兄为什么那么的受宠 为什么师父要把最牛叉的试魂剑给了他 为什么 为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 他来到了清远镇 只因为传闻马国宝师兄和士魂剑在这里出现过 而另一边 男主和秦庆半夜辗转板侧 孤男寡女自然是抓心脑干 男主起身上厕所看了一眼秦庆 结果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这秦庆竟然头发都变白了 对 就是白发魔女的那种白 男主大喊一声逃出了旅店 这边秦庆暗自伤神 忽然发现房间里坐着一个人 而且不是别人 正是我们的曹公公 原来曹公公是秦庆的师父 他派秦庆偷偷的接近男主 借此打听马国宝的下落 只是秦庆经过这不到24小时的相处 已经深深的爱上了男主 愿意为他生猴子 而曹公公看出了秦庆的心思 警告他不要动歪心思 不然小心你的皮 画面一转 寻补带着马国宝的画像挨家挨户的搜查 搜到莲香楼 老板胡子书和女儿小莲小心的陪着笑脸 而寻补没有多呆 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然而半夜时分 胡子书开始浑身刺脑 然后就这么的变成了马国宝 世地你模有看拓 虽然这明明是两个演员 但导演说他们是一个人 你就当一个人就好了嘛 接下来我们就不卖关子了 曹公公早就埋伏在了莲香楼 他劫持了小莲 威胁马国宝交出式魂剑 马国宝说 年轻人不讲武德 偷袭我这老人家 喊扣我的女儿 有本事咱们单独练一练 曹公公不屑的笑了 你还是乖乖的交剑好了 马国宝接着说 不是哥不给你 实在是这剑太邪乎 师父担心你的定力不够 把持不住自己 而师哥就不一样了 曹公公也是生气了 问道 你到底交不交 还想不想要咱闺女儿 最后实在没办法 马国宝交出了式魂剑 说了句 年轻人靠自为之 曹公公自然是不会放过老马 举起剑就要砍 幸亏英雄般的男主再次赶到救下了老马 而曹公公不甘心失败 又带走了秦庆 说你要稀罕他就来救他 见自己的女人被抓 男主非常的着急 是要立刻找到曹公公一决死战 最后的结果就是 马国宝 秦庆为了掩护男主双双毕命 男主最终勇夺式魂剑杀死了曹公公 和小莲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故事到此结束 不要问涛哥为什么解说这部电影 反正我是没有收鸡腿 只是海豹做的挺恐怖而已 而本片最恐怖的地方就是 算了 我也不说了 我相信你们懂的 呃 忘了说了 本片的导演 假编剧 假制片人 也就是老板 就是本片的男主角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呀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 大家晚安哟 一会论区 还是家庭做的 感谢观看